原称清水宫的家里振兴宫 主寺清水祖师 雷辅大将 李辅千岁 鉴于1723清庸正元年 至今近300年的悠久历史 在同治七年整修时 聚集了当时不少名家共同参与 其中还请到焦纸桃一代名将叶王 负责将军的家里振兴宫 焦纸简年装饰 也是在这次整修正式改名为振兴宫 经过时间的洗礼后变得斑驳 但在后人精心整修之下 让我们到了现在 还能看到这位号称 台湾焦纸桃第一人的叶王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